各位666术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周老师课程讲道法术器 阿里讲道术 是 道就是起心动念 一定是成就客户 术就是方法 如何用三把斧 瞬间搞定客户 让客户把产品买掉 用马云先生的话来讲 这叫菩萨欣赏雷天手段 用周老师的话来讲 这叫佛祖心地帮术 佛祖心就是 菩萨欣赏就是 我们就是要帮助客户 我们做了一个产品 真的能够帮助客户 但是还有有术 营销就是要搞定客户 要买单 所以帝王术 所以雷霆手段 然后是就是 一定要懂得造势 马云是个造势高手 然后阿里内部的人 跟我们讲 说马总最擅长的 就是造势 是有两个是 一个是是事情的事 另外一个是就是 这个趋势的事 哪个是更厉害呢 当这件事 要想把事做好 当那个是起来的时候 那个是自然就好了 他们跟我们讲说 阿里刚刚创业的时候 阿里公司根本没有人知晓 而那个时候 互联网是门户网站的天下 这个全中国最牛逼的门户网站 就三个 网易 新浪 搜狐 当时的这个最牛逼的 这个互联网三剑克领袖 就是新浪的王志东 搜狐的张涛阳 网易的丁磊 马云是名不见经传 但是马云为了能够把阿里巴巴这个名字打响 就办了一场西湖论剑 把这三个人全请过 他能请到这三个人 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金庸迷 马云也是金庸迷 跑到香港请金庸先生出席这个活动 这三个人不是冲着马云来参加这个会议 是冲着金庸先生来的 然后结果当主持人宣布的时候 我们新浪的王志东 搜狐的张涛阳 网易的丁磊 阿里巴巴的马云的时候 马云瞬间跟这三个互联网大佬平起平坐 这个事瞬间造起来了 瞬间所有互联网行业的人都知道 有一个公司叫阿里巴巴 有个人叫马云 所以马总是造势的高手 然后包括双十一是怎么造势 造出来的 然后如何 天猫是怎么造势造出来的 淘宝是怎么造势造出来的 阿里巴巴是怎么造势造出来的 当这个事起来的时候 那做事太简单了 用事来做事 然后像周老师真的是蛮惊艳到的 周老师后续也会跟这个阿里商学院 我们谈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合作 那未来也会带着我的学生 一起去到这个阿里的园区 去体验阿里的文化 如何把阿里的文化学回去 一转身变成自己的文化 用在自己的公司 如何把阿里最牛逼的这个内部的课程 阿里三马甫 马总的原话就是上了那么多培训课程 都很好 但是他跟我们这个行业 他跟我们这个公司是不一样的 我们从外面学的东西还要转化 还要消化 我们能不能内部生发一个课程呢 就像陈咬金的三马甫一样 不要那么复杂 咔咔咔上来一顿乱砍 就能拿到结果 结果他们就内部的讲师设计出了一套课程 非常非常的有效 现在互联网的很多大公司 都用过阿里的三马甫 而且马总也有这个格局 把这个课程都已经开始针对 他们的这个公司已经对外化了 以前是对内的 不允许在外面讲 那现在阿里也成立了阿里商学院 马总也渴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所以我们也跟阿里的商学院正式合作 那未来我会带着我的学生 去参观阿里的园区 参观湖畔大学 然后这个马总的这个台积财院 然后来去体验阿里的文化 学习阿里的制度 然后如何把阿里的这个 整个公司的组的架构 如何把阿里的导服 术式学会去转身为我们所用 我觉得这件事 我能够做成的话 真的是能够帮到很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 然后也让周老师特别特别的受益 我们学完以后 马上就会把这些东西转化到自己的公司 我们在讲课 马总是落地 已经把我们讲的很多内容 都落地到自己的公司了 所以才能够做那么大 然后包括周老师 这个这段时间跟北大博雅的合作 我们跟北大要成立一个 北大博雅这个财商商学院 然后结果当我们去到北大的时候 我们北大的这个经济学院的一些教授 跟周老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一讲到马云 他说了 马云他以前 在没有出名以前 天天在我们北大跑着 在我们北大上我们的这个EMBA MBA 后来又去上这个常家商学院 后来自己整了个沪潘大学 就是第一 他爱学习 第二 他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他是为了学习而结交人脉 结交圈子 把这个圈城的人 瞬间为自己所用 包括柳传志也好 李嘉诚也好 然后史玉珠 牛根生 这些人都是他在这个商学院的平台认识的 所以就像周老师讲的一样 圈子的力量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三个选择 选对伴侣 选对圈子 选对教练 你的圈子决定了你是谁 如果你是一个穷人圈的人 你永远是个穷人 宁可在富人队里做穷人 也不要去穷人队里做富人 所以我发现 真的是万法相通 当你一旦上升到一定维持的时候 你会发现 真的是相通的 然后如果你了解这个华为 了解阿里 了解腾讯 了解这个金词 道成和夫 你会发现 他们每一个人成功的点 在周老师的课程里面都有设计 真的是 而且他们落地的非常非常好 万物真的是相通的 为什么周老师看 这个道成和夫先生那本 画法的书那么有感觉 因为我发现全是我的课程 我在实际前前看过这本书 我没有看懂 但是当我今天又实习这本书的时候 我发现 哇 讲宇宙心理法则 讲活在当下 讲提升 讲修行 然后讲这个高我 全是周老师的课程内容 讲灵感 讲潜意识 哇 真的是 可能到一定程度以后万法接通吧 就像我们爬山一样 有人从东面爬 有人从西面爬 有人从南面爬 我们在爬的时候 每个人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 对吗 因为我们在的地位置不一样 但是当我们都爬到山顶的时候 我们发现 哇 原来我们一通百通 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 所以更加印证了周老师的课程内容 我们更加希望 能够真真正的帮助中国民营企业家 让中国民营企业家伟大起来 这也是周老师为什么做商业本质这件事 今天马云啊 今天柳川智 都在喊 让商业回归本质 我们生意越来越难做 就是因为我们商业偏离了本质 所以我相信这个新的平台 新的商学院的成立 一定能够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听众家 大放一彩 然后也希望大家 今天听到周老师的分享 能够有所感受 能够有所感悟 能够有所体验 未来有机会 也可以进入周老师的圈子 周老师带着你 一起去阿里巴巴 一起去华为 一起去腾讯 包括我们这个前几年 带着我们弟子去美国 去这个日本 去美国的这个 Facebook 然后苹果 微软 谷歌这样的公司 特斯拉 我们在日本去了京池 松下 索尼 这些公司 你去了以后 那个体验到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马上明先生的话来讲 你在课程现场 我给你讲到的东西叫知识 叫假知 你只是知道 但是你做不到 但是带你去到现场 你体验到的 那就是真知 那就是真知 那你就一定能做到 我最近讲课 越来越有这种感觉 就是老师讲完课以后 学生到底有什么收获 学生是 老师讲到一个点 这个点刚好这个学生正在经历 所以他很有感觉 他经历过 他体验过 他就有感觉 就像周老师开旺的 直到我们已经开了三期了 从这个五年前讲第一期 我们就有一个地址上 第二 这个两年前开第二期 他又上 三年前 今天开 又上 他说这一次我收获太大了 周老师 我说怎么说 他说就是你讲到像数学习 以数为师 见数悟道的时候 你讲到这个数 成长的时候 遇到枯子烂叶 数会怎么办 数没有验生 也没有说不培养心智心业了 如果很多老板就是看到员工的背叛 我们也培养人了 一辈子只能做成小老板 数就是往下扎根 继续成长 一定会讲到新智心业 我说这个条 我连续三天都有讲 他说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团队 没有公司 我没感觉 而现在我正在创业 我就经历了我的最好的培养的员工 离开了我 所以你讲到这的时候 我太有感觉了 而且我当时 当他们离开我的时候 我就我都已经发誓了 我再不培养人了 当你讲到这的时候 我瞬间大车大悟 我还是要培养 我要强大 一定会长出新智心 像说学习 你看 他为什么讲了三届都没感觉 这一届有感觉了 因为这一届 他正好正在经历这个事 他体验过 他就有感觉 而当时他没有体验过 他不会有感觉的 所以人生就是一场体验 为什么说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月人无数 不管是让你读书 只让你假知 行万里路 月人无数让你真知 当然了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月人无数 那月人无数不如明师指路 明师指路不如自己顿悟 那怎么顿悟 只需轻轻进入 那怎么进入就是体验 就是体验 人生真的就是一场体验的总和 你体验的越多 你的世界观就越大 你的视角就会越广 你看到东西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越是做教育 越是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 为什么要带到我们的弟子 去到阿里巴巴 你跟他讲他没感觉 他自己体验了 马上有感觉了 我们这次也带了几个弟子过去 你们看完以后 哇周老师你讲的课程 我们以前只知道 但是这次看到阿里都在落地的时候 哇我真的有感觉了 我回去一定要达到自己的企业文化 在今天到周老师讲过 企业自动化运营的五道系统 分配系统 哇全员分红 这次看到阿里 哇真的是全员分红 人人都有股东 人人都有股份 这个竞争机制 哇不再是以老板的个人喜好 来升职员工 完全是有机制的 做到什么升职 做到什么升职 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阿里就在这么用 文化 文化系统 一定是文化驱动的公司 这家公司才能够持续 你们知道我去到阿里巴巴 有什么感觉吗 阿里巴巴的总裁 以前是马云 后来是关明生 后来是魏泽 后来变成了陆造席 后来又换了 对吧 换成张勇了 不管换成谁 这家公司都能够正常运转 这个公司 我站在那个阿里巴巴的大楼里面 为什么什么感觉 感觉阿里巴巴这家 这个楼是活的 园区的所有的建筑 都是活的 有魂 就是有文化 以文化驱动的公司 才能够长久 真的是这样 因为物质 是不可能传世的 能传世的只有精神 只有文化 所谓的宗教能生生不息 不就是因为他们是精神 他们是文化驱动 所以哇 周老师讲到这的时候 太有感觉了 然后这个第四套系统 风险管控系统 那阿里的风险管控太厉害了 我们去到阿里的法务部 财务部跟他们一沟通 哇 那小老板全部都折服了 第五套系统 营销系统 阿里的这个中共铁军 哇 阿里的铁军太厉害了 那建立几万人的部队啊 每天从早上九点钟工作 工作凌晨一两点钟 还在给客户打电话 那真的就是铁军 那营销做到极致 所以你刚开始跟他讲 他没有感觉 他去到阿里 他一看 哇 他有感觉了 他体验到了 所以 这个 希望 今天的阿里片 对你能够有帮助 能够有启迪 也希望未来能够 跟你一起去体验到 全世界最顶级的企业 能够让我们中国 做出最顶级的企业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如同爱自己 应该要是 谢谢大家